基本上大家看得到 油溫河的上面大概有兩百多艘的河輪 兩百多艘河輪 其實都長得差不多 長度 高度 寬度都一樣 只是裡面的裝潢不太一樣而已 每家的船公司設計的不一樣 有的有陽台 有的窗戶可以開 有的窗戶不能開 大概就這樣子 然後裡面的有沒有重新再拉補過 年份都大概一樣的年份 年份都是一樣的 為什麼要設計寬度長度都一樣呢 因為我們要過一個It's not水渣 水渣太寬你船過不去 你太窄的話 太短於危險 所以他們設計的寬度都一樣 所以房間的大小基本上都差不多 有陽台的話可能房間就小一點 美陽台的房間就快一點 但是房間大小都是差不多的 一樣是有浴室都有